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一宗網絡熱話 是關於李嘉誠、誠哥 原來他在英國投資了一個超級地產項目 經過了接近十年的擾讓以後 卻在上個月獲得了當地政府批給開工紙 這宗消息經過了本地媒體的報導以後 隨即引起本地幾個主流討論區的網民的熱烈討論 不少人更憧憬 說香港人到底去到倫敦那樹 能不能重建一個小香港 這宗消息就為很多人的腦海當中 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幻想空間 我們首先簡單來介紹一下 到底這個位於倫敦的超級地產項目 究竟是要發展什麼 原來那樹前身是一個荒廢的碼頭 地盤總面積相等於接近九個維園大 這個發展項目將會建成三千五百個單位 由一房至四房都有 而當中兩千多個單位會以市價出售 另外因應當地政府的要求 有五百多個單位專門發售給低收入家庭 此外這個項目會有六十萬平方呎 用作商業空間 包括有三個公園 百二間商店、餐廳、咖啡店 以及有酒店、學校、診所等等 簡直是一個小社區的重建 當地經紀預計 這個項目最快會在五年後落成 而且跟其他場實在英國的樓盤一樣 都會在香港開賣 當然這只是估計 好了 究竟價錢方面如何 目前這個項目未有標價 只不過 在附近的格林威治 Greenwich區 每一個單位的平均售價 大概是五十萬英鎊 即是折合大約是四百九十多萬港幣 大約是二手樓的價錢 現在新樓落成當然會更貴 故此入場費應該不低 當然有些人可以移民到英國 如果是有些經濟條件 就可能未必再選公寓都未定 可能會選住在市郊的平房 大概是差不多價錢 當然路途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是遙遠很多 那些地方 但在這裡 首先要讚一下成哥 他眼光真的非常獨度 你不得不讚賞他 不是要幫他拆鞋 而是他看東西真的有先見之明 早在二、三十年前 他已經開始投資英國的公用事業 不僅是說這些房地產項目 不簡單 而且他簡直是把 在香港的盈利模式 複製到英國 比如誠哥在當地 還有營運發電廠 自來水廠 污水處理廠 天然氣配器公司 以及電訊商等等 基本上生活所需 都離不開他 除此之外 為了增強現金樓 他又在當地 有營運到個人護理店 Safers Superdrug等等 所以 成哥真是很厲害 而且他最厲害之處 就是在於眼光夠獨度和準確 在兩三年前 他賣了中環中心 當時有些久留的評論員 就批評他 說他怎麼會在那個時刻出售 是不是眼光出現了多少的問題 有一句俗語叫做 退潮的時候 就知道誰沒有著苦 現在就大家知道一清二楚 而在去年 成哥就扣入了一家 英國的釀酒廠和酒館營辦商 為什麼他會涉足這個行業呢 實情他就是看中了這家企業 他所擁有的物業和地皮的發展潛力 就是非常之厲害 故此這種營利模式 正正就是從香港複製過去英國 很多網民就在網上憧憬 究竟能不能在倫敦建立起一個小香港呢 我認為實情到了二十一世紀 究竟還有沒有必要 說來自某一個地方的移民 要聚居一起才能夠凝聚起來呢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就有了一件事 叫做互聯網 基本上已經無縣屁屆了 無論你住在哪一家都好 只要一通過互聯網就已經可以連繫起來了 就不像以前清朝那時候 那時候的移民 無論去到哪裡都好 一定就是同鄉的聚居一起 所以才會出現什麼華人街 韓國城 越南城 印度城等等的產物 這個就是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的 因為當時的種族歧視的問題就相對嚴重 如果大家和一個種族的人聚居一起 那就叫做有個照應 而且華人就相當特別 如果我和你是來自同一個鄉下的話 又再親一點 所以就要搞一個什麼會館出來 不如說我和你都是來自廣州的 或者南海南潘順的 對了 整個廣府會館出來 大家聚腳 客家人就有客家會館 敏南人就有福州會館 海南人就有瓊府會館等等 其實這種操作 在世界各地都相當常見 在最早期的華人移民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都是非自願的 有些就被人賣豬仔 有些根本在原居地的樹 是沒辦法只生存下來 比如說那些土地貧積 或者根本上不夠耕地 諸如此類各種原因 被迫是漂泊他鄉 如果是有得選擇的話 這些人就一定不會離開中原 故此在早期的華人移民當中 他們的普遍思維模式 都是抱持著一種 叫做樂業歸根的觀念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們是被迫要謀生存 所以才去到外國工作 一旦去到老了 他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回鄉下養老 就算是不幸所謂嚇死異鄉 他的後人都會想辦法籌錢 把先人的遺體 就是搬送回鄉下那樹樂壯 遠的都不要說了 講的是蔣介石 他是1976年的時候離開的 和老毛是同一年 好了 他現在的靈鳩 他仍然擺在祠湖那樹沒有樂壯 為什麼呢 他原來說明 他是想運回中國大陸那樹樂壯 大家知道基於現實的政治環境 就做不到 故此後人又要按照他的遺願去做 所以一直都是沒有樂壯 而在早期的華人移民史當中 其實先人為體的搬運 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 而香港在這方面都有一個角色 那個就是東話異莊 以前如果有些華工 是不幸客死異鄉的話 就會由當地的組織 尤其是會館 幫忙籌錢也好 怎樣也好 就把遺體 首先用船運的方式 搬到香港東話異莊那樹暫存 一旦有人認領 那些鄉下的人 走來認領的時候 搬到原籍那樹安葬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一直放在東話那樹 所以 這就是當時華人的觀念 但現在 基本上 經過了接近兩個世紀的改變 這種觀念已經洗察了不少 沒有再說什麼樂業貴 也沒有所謂的嚇死異鄉的觀念 近兩三代華僑 已經沒有這種操作了 如果在當地走 就在當地安葬 就不用再勞私動眾 搬回鄉下 尤其是49年政權更替之後 很多海外的華僑 根本上已經有一種心態 叫做 此心安處是吾鄉 即是蘇式所說的 根本上隨遇而安 不再強求 怎樣一定要回鄉下的樹 住營祖歸宗 諸如此類的大農諷 都沒有再說這些 好了 另外 以前的華人要移民的話 他們就是求生存 但是近四五十年 從香港移民到外國那群人 他們就是想尋求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 你說在六十年代 香港也不會窮到沒得吃 最多就是吃少些 吃餓的 當時大陸就真的沒得吃 所謂三年的自然災害 其實就是人禍 而在六幾年開始 香港的整體社會 就慢慢開始富裕起來 就不是說是沒得吃的年代 那些人還要移民去外國 當然就是要尋求一個更好的環境 和生活條件 尤其是說八九六四之後的移民潮 那群人在香港你說完全沒得吃嗎 絕對不是 不是說吃樹皮吃草根 而是他們要追求一件事 就是金錢價值之上的東西 比如就是向往普世價值 投奔自由等等 所以人家才要走 正如現在一樣 為甚麼人要走 你說香港賺不到錢嗎 絕對不是 如果要賺錢還要走 愚蠢 但是如果要追求金錢價值以上的東西 你就可能要考慮離開 故此也都回應 有些網民說 甚麼小香港 去到現在二十一世紀 不用搞這些 甚麼小香港 或者唐人街這些東西 去到當地的話 就盡量融入當地的社會 但是也不是說 要放棄自己的習俗 信仰和文化 不過就不用搞獨家村 甚麼小香港 這些是過時的觀念 如果去到外國定居 都跟當地人融和不了的時候 這些人受歡迎 極有限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